特区政府因应中央的反制措施 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 即BNO星期日起不能用于香港出入境 旅游业界说会按政府公告要求客人以特区护照布团 否则不会受理 BNO护照星期日起不能用于香港出入境 乘客登上前往香港航班时 航空公司需要要求香港居民出示特区护照 或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BNO亦不会在香港获得承认为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 旅游业议会说业界会按政府公告 明日起到旅行社部团或买机票的人要用特区护照 任何地方有一些法律法规的更新 出入境的要求 两者都会提醒旅客他们注意 另外对于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若果公务员持有BNO申请移民英国 有违宣誓效忠特区应该立即开除 政府说会按现有法例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暂时没有收到通知 人大常委会开会讨论 包括公务员在内的港人双重挫席问题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就在网织说 中英联合声明没有条款 被英方在香港回归之后承担任何权责 英国也曾经有官员认为 英方备忘录有关持有BNO港人 不会有居英权的条文具有约束力 无线电视机者刘杰玲波多